下一題也是賴黃川師出的 但是它跟平常的考卷不太一樣 平常的考卷的題目的月亮 要嘛就在東方地平線 要嘛就在西方地平線 要嘛就在頭頂 但這一題不一樣 窗外 掛在窗外 可是斜斜的掛在天上 不在頭頂 斜掛天上 好 半夜買手書堆 偶藝抬頭 月亮形狀長成怎樣 來 這件事要會幾件事 有一件事還沒有教 第一件事你們有學了 半夜三你看到的月亮 上閒月 下閒月 下閒 上半夜看到的叫做上閒月 下半夜看到的叫做下閒月 好 第二件事有學了 有背了 下閒月 西尼東漢 東迷西漢 東迷西漢 很好 第三件事你們還不會 台灣來講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往南邊看月亮 所以這個人是往南邊看 往南邊看 好來 問問自己 往南邊看月亮 左手是東邊還是右手是東邊 然後 你就挑月亮長成什麼樣子 你就挑月亮會長成什麼樣子 OK 半夜三點偶藝抬頭看到月亮斜掛天上 求你他長相為何 長相為何 哪一個咧 一 下閒月 二 東明西漢 三 他往南邊看 所以他應該是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找一位 這位先生或小姐 二五 二十五 請坐 Please stand up 答案 你答案選B 請坐 半夜三點 下半夜下閒月 下閒月 東迷西漢 我們往南邊看 所以哪一邊東邊 左手東邊 所以左邊亮 右邊 暗 誰答案選的是這個 阿老師啊 你的A選項不是也是左邊亮嗎 那為什麼不是A選項 因為A是在頭頂 因為A是在頭頂 來 圖 下閒月 下閒月 子夜升起 零點升起 政府落下 右邊十二點落下 清晨 六點在頭頂 下閒月 東迷西漢 升起的時候 東邊下面是亮的 然後轉上來 所以A是什麼 六點 頭頂的時候 那我們是三點鐘是這個 看這個 所以我們答案選這個 我講義有圖 講義上把上閒跟下閒都畫給你看 OK 我曾經在某天舞博中的學生上 看到他畫了這一張圖 但是我覺得他只是把老師畫的 把他再畫一遍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各位知道嗎 圖告訴你 升起落下的過程 OK 好 任何過程 幫你能夠了解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半頁看到叫做下閒月 OK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領悟 OK 好 這個就是賴黃川詩所寫的一首詩 在藍雅國中的考卷上總共出現過四次 但畢大哥寫的 寫的老師的目的是要告訴你 暗示你一些答案 可是有些大哥看半天看不出來 上閒月亮西邊什麼意思 上閒月西明東暗 黃昏高掛在南天什麼意思 高掛天上頭頂附近 黃昏在頭頂附近 上閒月西明東暗 上閒月黃昏在頭頂附近 中秋望月月月圓 就是 中秋是滿月嘛 滿月 下一句跟帝科沒有關係 叫做月圓花好現人間 這跟帝科無關 下閒月半夜藍起什麼意思 下閒月子夜升起 子夜升起 墨曉登高恨積體什麼意思 清晨時登高頭頂附近 逢曉日月同方位什麼意思 就是碩月的時候太陽跟月亮在同一邊 於是暗月整與日增灰 暗月就是黑的月亮 看明天的月亮 碩月看到黑的那一塊 所以就看不見 就算它有一點亮也不能夠與日增灰 為什麼 它跟太陽同一邊啊 你會比太陽亮嗎 不會啊 所以就算你是亮 你還是一樣看不見了 你還是一樣看不見了 所以逢碩日月同方位 愛願神與日增灰 賴黃川詩寫過的詩 有學生把它背好很好把它背起來 我沒有意見背起來 暗示你提示你 你學過的一些事情 OK 上弦月亮西邊 黃昏高掛在南天 中秋望月月月圓花好現人間 下弦月半夜來起 破曉登高奮積體 逢曉日月同方位 暗月整與日增灰 好希望你看得懂 還有暗示到你解題要需要的答案 這就是賴黃川詩所寫的 官月有感